我们也要请教武汉吴教授 同样是这个政治跟经济的关联性的问题 那么以前有人说 有些分析家说 只要中国大陆这个大部分的人 富起来的话 就会开始去追求自己的政治权利 但是似乎现在中国有另外一种想法 是说只要人民都吃得饱穿得暖了 自然就不会闹事 您怎么看待就是政治跟经济 在中国大陆之间 这种政治跟经济之间的关系呢 经济的发展带动政治的发展 这个是一直是在 我们学政治学里面的一个命题 所以尤其对观察这个发展中国家的 一些政治情况 通常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 过去二十世纪以来 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状况 大体上也都在这个命题底下 大概都不太离谱 那所以为什么到了后来 在中共改革开放以后 那么西方国家会比较这个乐观其成 就是喜欢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个改变 那么中国大陆也警惕到 这个所谓和平演变这回事 所以就有反和平演变 那么这种角力呢 基本上西方也是希望是认为 从经济入手 然后可以带动政治的改变 那当然在中国大陆过去 从邓小平开始就定调了 经济向右 政治向左 所以这政治改革一直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相关的进展 可是并不代表没有 因为我们看到去年到今年 包括温家宝的领导层 都已经在提出政治改革 这样的一个东西了 那表示内部已经开始在讨论 而且这种讨论 基本上我觉得是因应社会变革的一种诉求 如果假如说没有来自社会底层的 这种要求变革 中共高层不可能去谈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提高人民的所得 这个固然可以稳住一时 但是未来中共必须加快改革 如果不能加快改革 它还是不能够相应的 跟随这个经济的交往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那么我们继续也想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们就把现场再交给东宁 好的 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 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 中国大陆茉莉花集会的情况与分析 还有台湾过去的群众运动 对民主发展有何影响 包括台湾集会自由的一些现况 那么在现场为您请到了两位嘉宾 分别是美国首都华盛顿 非政府组织专业人士 前六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易丹轩先生 还有在台湾台北的昆山科技大学 武汉吴教授 还有下两个听众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长度电话 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 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 请先拨00801 102 880 然后拨866 837 5159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 请先拨10810 或者是108710 然后拨866 837 5161 除了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度电话 您也可以利用电子邮件 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新闻at gmail.com 好的 首先我们先接近台湾的听众 想请台北的陈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台北的陈先生您好 请讲 好 大家好 首先这次茉莉花行动 的确是让中共感到 预复批一本命 一定每个礼拜发布一次 而且头一两个礼拜发现 就是现场实际参与 那个看记者比实际参与的 还要多 看热闹的更多 甚至公安是最多 那这种也可能有一个笑话 每个礼拜上演一次 也蛮有趣的 那基本上如果中共政权 对自己的统治有信心的话 其实可以翘二郎腿 根本不必理他 从这个中共的紧绷的情况来讲 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统治的脆弱性 那另外一点 就台湾本身的角度来讲 台湾其实我个人觉得 也有个危险的状况 就是台湾的媒体还有政学界 比较多的比例 都是照那个 在台湾最近有刻作的 王丹先生民主都是讲的 都只强调中国大陆变的这部分 就是从改革开放以来跟以前 目前的现状跟毛泽东实在来讲 但是都很少注意跟强调 那个本质上没有改变的这部分 这我觉得是台湾最大的危机 如果没有搞好的话 搞不好也成为台湾对中国大陆一个很严重的误解判断 这是我的看法 好 谢谢 好的 非常谢谢台北的陈先生 您的问题稍后 我请两位来宾一并答复 下面是河南的李先生 河南的李先生您好 请说 来宾好 您好 我想说就是 就是说是那个 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个茉莉花 我觉得这都是 西方国家 他们肯定是支持这个茉莉花在中国盛开 而中国一盛开的话 那么中国它就 怎么说呢 它也不能说是乱吧 至少政治各方面它都要变革 这都是西方国家都希望看到的 这样对像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 对他的经济重整 就是把这个矛盾啊 影像 重新 把国内的矛盾 转移出去 我觉得是 特别有好处的 好的 非常谢谢 谢谢河南的李先生 不好意思 今天参与节目的听众观众和网友很多 大家尽量的抓紧时间 好的 我现在想接一封电邮 想请导播把我们的 这封电子邮件放到屏幕上 这位网友透过了电邮表示 他认为中国的茉莉花 一定会盛开 那么民主的浪潮会一波一波的涌起 他也认为最后会成为一个汹涌的大潮 把专制独裁的政府给冲毁 希望美国 英国跟法国到时候能够像 对于对待利比亚那样子的 能够给予一切必要的支持 这是这位网友透过电邮发表他的一些看法 那我综合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 包括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 和这封电邮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一单先生 刚才第一位台北的陈先生提到了 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变与不变 好像大家强调变的这块部分 却忽视了不变的地方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中国目前现在的这些领导人们 对于所谓的民主 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最新的讲法 那这些他后面有什么代表的意味 您怎么去看待这些新的讲法 还有中国的变与不变呢 首先我想这个回应一下这个荷兰那位李先生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的这个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这个民众中间 特别是说这个长期以来就是 因为中国政府也是这样宣传的 就西方政府 其实要对中国进行怎么样的 这个阴谋颠覆 或者是这个和平演变 然后有一种这样的阴谋论 我觉得其实这个民主的追求 对自由尊严 或者民主这种诉求 其实产生于人民自己类型 就是说 中国到底以后 要不要民主 要不要自由 要不要尊严 或者是现在 有没有人在进行这种抗争 和这种诉求 为这种诉求进行抗争 其实是有的 这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类型 而不是说来自外部的一种干扰 或者是一种鼓励 我觉得这个首先应该分开 因为对于这个 即便人群和自由的追求 我觉得是每个人都 他们都需要的 您刚才讲到的 这个中国领导人 他们也对民主的这样一理念 做一个正面的表述 他们也特别是温家宝 像他这个 谈了好几次了 谈了好几次 至少有五次了 我记得的话 而且有些谈得还特别好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要肯定 他如果能正面谈这个问题 证明他就是说 他已经看到了 这个社会不可抗拒的这种潮流 民众这种迫切的需求 他不得不去肯定 不得不去认同 他要做一个姿态 但是就是说 这种良性的互动 应该受到鼓励 政府和民间 但是另外一点就是说 很大程度上 他还停留在口头 包括在接受 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说了很多这个民主的这个 要怎么样追求民族 甚至自己要怎么努力 但是他还讲到就是说 这是应该在一个正常的秩序下进行 那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东西 因为你这种对自由权利 本来就是宪法 这规定给各个公民的这种 应该这基本的这种权利 和自由应该给予民众 而不是说这个过程中间 要设施一些什么条件 我觉得应该是无条件的 另外展现诚意的话 他应该更多的就提出具体的 这个时间表 或者具体的步骤 怎么样怎么样 才能一步一步去落实 而不是一个很空泛的 这样的一个一些表述 我觉得这个 就是说他这种态度 应该受到鼓励和这个肯定 但是他应该展现他的成员 我觉得是诚意不够了 好的 谢谢一丹萱先生 那同样是有关于 刚刚我们提到这第一位 听众打来电话 问到这个中国大陆的变与不变 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武汉 武教授 刚才台北陈先生也提到了 如果我们去忽略 不变的这一部分的话 那么台湾 尤其是在跟对岸 进行两岸交流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误判 或者是所谓我们说的 不切实际的一些期待 不晓得武汉教授 对这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判法或评论 武教授 对于大陆不变的部分 其实在我们台湾的 一般的政策里面 其实也显现得出来 那么所以我们台湾这边 一般是比较主张 跟大陆的经济交往 但是在于 有关于两岸的谈判 这些问题 还是持比较保留的态度 那么这个就是基于 对大陆的这种戒心所在 那么当然大陆在不变的部分 我在前面已经讲了 大陆在经济上变革的很快 已经甚至于走向市场经济 但是在政治上 它尽可能的不变 维持它一个政权的一个巩固 我们不要说是稳定 因为从中共来讲 它是希望能巩固这个政权 但是到底这个政权能不能巩固 我想这个也不是中共自己认为 自我感觉良好就可以 所以它必须去适应这个社会 变革的需要 那么所以刚刚易先生特别谈到了 那么所以如果假如说 不是因为来自社会的压力的话 温家宝不可能去谈那么多 有关政改的这样的一个谈话 那么这些政改谈话甚至于谈到说 限缩政府的权力 谈到这些 那么我觉得这个都已经 已经接近了我们一般所认知的 这种民主宪政的一般的概念 但是也正如易先生所讲 它是停留在口头的阶段 那有没有实际的作为 到目前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也了解在大陆 在比较低的层次 它在推动这些民主化 还是有一点成绩的 比方说它在这个基层的民主的选举 那么甚至于包括公务员的选任 那么现在推出了一个所谓的 这个民主建举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么尽可能希望能够把它透明化 那么但是这样是不是就能够满足人民的 一般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大概我想还是做不到的 就是说这个在人民看起来 还是太慢了一点 好的 谢谢吴汉吴教授 我们今天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很多 我想一口气多接一些 也请大家尽量的简短发言 然后再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 下一位是台中的姚先生 姚先生您好 请简短发言 大家好 我是台中的姚先生 向全球的乡亲呼吾老问候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现在这个21世纪是太平洋的盆地时代 这个有别于 这个地中海时代的华老王 就是这个埃及时代的华老王 他做了这个金日塔 刚做金日塔了十年 那是黄金年华 那是华老王最 就埃及人民最光荣的时刻 那结果十年过了以后 那个金日塔变做埃及的华老王的 跟人民的一种累赘 目前这个21世纪 太平洋世纪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大陆 它是一党专政 现在也就是跟这个三民主义 武权宪法它是违背的 然后华国大革命的时候 它是自有平等博爱 然后这个美国的立国精神 是民有民之民想 好的谢谢台中的姚先生 谢谢您不好意思 我们时间有限 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 湖南的张先生请说 湖南的张先生请讲 台北的博弈好啊 东宁好久没上镜头了啊 好久不见 之前休假去了吧 好 你有什么问题呢今天张先生 好久没看到你了啊 这个两面的嘉宾好啊 我想谈一谈啊 我说茉莉花革命啊 不可能在中国重演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现在呢 你像萨达姆政权倒台以后 伊拉克现在的局势稳定不下来 天天有恐怖袭击 派系纷争 你像这个 比比亚现在打内战 我作为大陆 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讲 我希望这个国家安定 如果这个国家兵荒马乱的话 那还谈什么民生啊 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啊 是不是啊 如果你像台湾的话 如果两党这么竞争 你要向东台向西 没有一致的目标的话 我看呢搞经济 搞民生也是搞不上去的 我认为呢 大陆目前来说 稳定是终于一切的 只有稳定把民生搞好 把经济搞上去 是吧 现在是世界的经济总量的第二了 是不是啊 如果没有安定的话 是不可能实现的 好的 再一个呢 这个大陆啊 我认为这个政治体制改革 也是有一个 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好的 循序渐进 谢谢湖南的张先生 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了 不好意思 让你先讲到这儿 下一位是台北的黄先生 黄先生您好 请说 中国民主 是全世界的潮流 不管是说文明的国家 或者漏后的国家 都是一样的 说大陆不会发生的那个茉莉花国民 我不相信 因为大陆现在有钱的很有钱 恶死的也有 所以说 大陆会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就是骗人的 我告诉你 比如说 像现在 马英杰也说 他是支持 那个大陆 那开放 但是 支持大陆开放 如果说大陆 发生那个 茉莉花革命的时候 那台湾的政府 他是站在 那个支持的一边 还是都站在打压的一边 台湾的 那个学生 在特别人来的时候 就是已经 讲了几句那个茉莉花 就已经不行了 所以说 不要讲一套就一套 那个大陆的茉莉花国民 一定会发生 好的 谢谢台北的黄先生 下一位是江苏的刘先生 刘先生您好 请讲 江苏的刘先生 您已经在线上了 喂 请说 对是的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说这个提到政治体制改革 我想 台湾的民主 就一路走来 是一个很好的样板 应该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样板 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至于茉莉花革命 能不能对中国 正在提到推动作用 目前还 还不 不怎么可能 因为领导权 没有这个 牵头的人 还有一个 还有 就是说 还没有出现一个像 金国 蒋经国 那样的 那样的一位智者 或者来说 像叶丽卿 戈尔巴乔乌 这样的人物 那么中国道路 要是有这样的一位人物 来牵头的话 那么中国真的 就要变天了 可是目前 虽然有茉莉花 这个香味 能让人们闻到 只不过是 妄为止渴 好的 谢谢 谢谢江苏的刘先生 刘先生提出 很有趣的观点 稍后有时间 我们请两位来宾 来回应刘先生的问题 继续我想请台北的 加拿大的刘先生 跟我们参与讨论 很难得 我们有加拿大打来的电话 加拿大的刘先生您好 请说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想谈三点意见 中国的茉莉花运动 是和平理性的 请愿活动 有人讲呢 共产党在法及私 也不能不让民众 微笑散步吧 可是共产党就是不让 当局不仅得捕散步的 和他们认为 可能去散步的人 而且殴打 拘禁外国记者 什么脸都不要了 这种连散步 都野蛮镇压的政权 其实是虚弱的 好的 共产党怕的是 一点惺惺之火 点燃中国 遍地的干柴